我要在日本正式养地只猫了 正是决定好之后 第一步先做的就是心理建设了 跳出舒适区是为了扩大舒适区 而不是折腾自己 14年6月8日 我高考完了当天 我国内的家开始养一只贵宾犬 21年10月到22年初 替朋友养了小半年的奶牛猫 以上算是我目前为止 全部的饲养经历了 冲动养猫的话不仅浪费 更是对生命的不负责 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 国内和日本中日双语 关于养猫和猫种的资料 至于视频 我看的是大力大力象 以及猫本猫本猫猫 还有日本的饲养员和兽医的科普视频 经过了解 我自认为比较适合我的猫种 分别是俄罗斯兰猫 阿比西尼亚猫和豹猫 豹猫去宠物店稍微抱了一下 当场就放弃了 因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活泼了 阿比则是没有缘分 去的猫设和宠物店 两只阿比都是在我去的前一天被领走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蓝猫 所以我就把我的目标 放在了俄罗斯兰猫上面 正式就开始物色了 第一家去的是独户的相迎家里 爸爸是冠军猫 但小猫有两只指甲畸形了 而且肚子有个小手术要做 很可怜但也很可惜 成长环境确实挺不错的 但我不可能以 比市面平均价格要高的价格 买一只自带俩明显毛病的猫咪 接下来跑了两个连锁宠物店的分店 遇到的第二只和第三只出生地和生日都一样 而且长得很像 虽然是在不同的分店出售 但估计是同一窝被公司收下来 然后分配到了不同的分店去 健康活泼 但是看着挺普通的 在此同时遇到了一只很活泼的眉短 但是钓毛有点厉害 而且一直在咬我 还遇到了一只东奇尼猫 是仙罗猫和缅甸猫的浑血 地人说它不会像仙罗那样一直变黑 顶多是变茶色一点 这个真的很戳中我 如果不是我还没准备好的话 不然真的当场就给它带回家了 之后还去了中国同胞的猫舍 但因为它家猫便宜 秒出 所以我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只曼吉康了 说真的好感度跟价格都挺好的 但是还是没有让我碰人心动的感觉 下一家去的是猫咖 除了可以去吸猫之外 喜欢的话还可以把猫买走 这家的俄罗斯兰猫 父母双方都是CFA的冠军猫 而且有两窝给我选 正是接触猫咪之前 店员很严格的给我们说了很多冗长的规则 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挺烦的了 但是对我来说是在底安全感 同时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猫咖 因此我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被一大群猫一包围的感觉 幸福感爆棚 但同时问题也出在这了 这是猫咖 是浑养的 有些猫的鼻子好像有点小毛病 好像存在着传染的现象 同时也代表着每只猫受到的关注 可能不太一样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减分项 但我依然从中挑选出了一只互选猫咪 最后去看的一家 是在一个偏远地区的饲养员那里 这家号称自家有多年连续培育 多代俄罗斯兰猫的经验 是老爷子跟老太俩人经营的 拿了各种奖项和荣誉 而且他们连续两年 拿到了饲养员网站颁发的 全国及关系地区俄罗斯兰猫分区地名 交谈起来很愉快 让我觉得很安心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他们家 我在他们这里的一窝小猫里面 选择了一只3月12日出生的小母猫 我去看小猫的时候 它只有36天大 并且我5月底需要回国参展 所以定于6月8号去把小猫领回家 要离开回城的时候 我才猛然发现 这个日子如果往前倒9年 刚好就是我国内家里狗 正式来我家的日子 老太太让我付3万订金就可以了 但我这边也是想表达一下诚意的 所以我给她付了一个12万的订金 然后来说说我的事前准备吧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房屋合同翻出来 然后根据合同指示 联系房东 办一个申请手续 正常来说应该是先确认了 再开始找猫 不然如果房东不让养的话 就都白干了 但因为我住的是一户建 而且宅建市进行合同说明的时候 我是有认真听的 所以我是事前清楚我这个房子养猫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追加的条款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每个月追加2000的租金 双方签字之后 猫咪在我家的入住手续就算是办完了 为了给猫咪多一点空间 我把工作房的东西全部搬到了一楼 然后把这个7.5平米的小房间 改为了猫咪房间 老样子 没忍住买了大量的东西 东西买齐之后 先给猫咪房间贴了防脑贴纸 然后把猫龙和小猫爬架组装起来 我给猫龙准备了一块盖布 用于头几天的龙氧 然后准备了一个饮水器 主要用于刚开始龙氧阶段 瓶子上面没有刻度 所以我自己测量之后画上去了 用于更好的观察 刚来我家的时候的饮水状况 然后提前放水测试一天的自然蒸发量 猫习惯环境开始自由活动之后 就正常用水碗了 我买了一个两碗 三个水碗 以及两个吃罐罐的碟子 猫龙给配了一个猫窝 小玩具是我给买的 以及猫龙其实是配了一个吊床的 等接猫之后洗一下再挂上去 在二层配了根磨爪子的 饭碗也是放在二层 跟水和猫沙盆隔开 让它在二层吃饭 然后这个猫龙给配的猫沙盆 是放在一层 这样的配置我觉得头一周是够用了 等猫咪习惯环境之后 且猫咪愿意的话 我希望它开始用我准备的 这个翻盖式的猫沙盆 电子设备方面 我在猫咪房间给猫配了一台 带远程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一个带夜视功能的小监控 一个带图表表示功能的温湿度计 并且对着监控 让我可以通过监控来观察 房间内的温湿度情况 还配了一个空调控制器 这样我出门的时候 把猫咪放进猫咪房间里面 就给通过监控随时观察 并远程调整房间里面的设备了 然后我还配了一个体重秤和一个猫粮秤 在猫咪房间我装了一个不像羊 并且相对保暖的窗边吊床 接猫以及后续带猫健康检查 打疫苗啥的 配的是航空箱 同样是为了尽量别让猫咪应急 配了个罩子 在房间的中间 我挂了一个自嗨玩具 以及一个可以钻的猫窝 猫抓板配了一个 可以让猫咪站起来做拉伸的 以及配了一个可以抓的猫窝 看孩子喜欢哪个猫窝了 在二楼各处都贴了防挠的贴纸 特别是门上 保暖垫两张 散热垫两张 猫咪房间放的是一个小猫抛架 初期打算先慢慢把猫舍的猫砂 换成豆腐猫砂 数量的话买的时候没看 直接买了一份 结果一份是六代 无所谓先用着吧 等孩子长大一些 就打算换成这款没有香味的猫砂 听说是脚感比较好啊 希望孩子喜欢吧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猫用品的柜子 第一层放猫粮 刚开始一两周但是喂猫舍的猫粮 然后我打算花两周时间 慢慢过渡成这个肉干 当然前提是孩子爱吃 但我也希望他爱吃 以及打算慢慢给他混点这个吃 希望他的毛能长得好一点 而这个的话 是我给孩子选的小零食 什么疏毛剪指甲 剃脚底毛之类的 日常护理完成之后 可以奖励一些 为了方便 我已经提前真空包装分装好了 除了以上这些主粮和零食之外 我还买了一些腐蚀 当然都是空膛以及严选原材料的 这些腐蚀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所以这些是我买来给猫咪补水的 目前是计划一周给猫开两到三次罐罐 第二层我称之为功能食品区 里面是营养品 如果以后给猫做饭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还准备了一些日常口腔护理用的功能食品 当然少不了猫草片和制软便的 中间那一层我用来放护理用品 首先就是伊丽莎白圈 根据猫咪的体重配了不同的尺寸 然后是内外双区的蛆虫药 希望我家猫用起来不过敏吧 过敏的话我就要换一个温和一点的 灭菌纱布是配合生理盐水 用来擦盐屎的 洗澡前后用的护理液 冬天刷毛的时候防静电和保湿的喷雾 日常用的清洁喷雾以及两把毛刷 免洗的清洁手套 猫肉垫的护理膏 为药器还有药片分割和碾碎用的工具 精口补水用的弯头针管 牙刷牙膏还有清口喷雾 第四层是玩具具 猫抓棒小球和备用的自害玩具之类的 最下面就是工具层了 指甲刀刮毛器清洁喷雾 还有一些备用的零件之类的 猫咪房间里面的线材肯定是全部包裹起来 防止猫触电的 我的房间的线材也是能包起来则包起来 然后我的房间会装一个倒顶的大猫爬架 但是貌似孩子太小的话会有点危险 所以打算孩子半岁的时候再装起来 我的房间准备了一个向阳的窗边吊床 选用的是透气款的 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会把刚才说的散热垫也叠加上去 然后我加了瓷块 晚上拉窗帘就可以折叠起来了 外面弄了一个小鸟屋 放了一些小粮食 希望能吸引小鸟过来给我家孩子解解闷吧 猫笼子第一周闭锁 之后改为全天候开放 作为猫咪活动玩耍的一个设施 约是便宜货 买过这种构造的架子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尿性 所以我把所有的连接处都用扎带加固了一下 至于小猫爬架 装好之后发现毛刺挺多的 怕小猫划伤 所以买了几卷胶带 把边角全部给包裹了起来 然后我在楼梯间装了一个帘子 作为二层的一个格档 希望能借此格热 依靠猫咪房间的空调和我的房间空调 在夏天和冬天 让整个二层处于一个恒温状态 这样的话 猫咪就能在整个二楼自由活动了 我还做了一个猫咪的日常记录表 用于记录食量的变化 以及排泄的情况 另外准备了一本宠物日记 用日语来记录特殊事件 例如驱虫投药 突然发生了呕吐 反常情况之类的 万一出了什么事 就可以给兽医尽量详尽和精确的参考 当然微信小程序的日常中文记录 我也会做的 那在用品方面 我就准备了以上这些东西了 这时离街猫回家 还有些日子 所以我继续不断看油管的饲养员 和兽医做的关于猫的视频 以及读兽医推荐的关于猫的书籍 尽量就完善一下我的养猫知识吧 在接猫之前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选保险了 我首先做了一个一览对比 发现可选的会设是真多 于是我看了关系地区 口碑缴好的宠物医院的网页 我发现较多的宠物医院 都适用一个叫 阿尼科姆的会设的医保 同时我跟老两口成约的饲养员网站 如果成功签约 也是附赠一个月的阿尼科姆的保险 所以保险我就打算选这一家了 而且它可以窗口结算 医院当场给你扣费 不需要自己另外抱 其次就是要选宠物医院了 我需要找一家好点的医院 作为首选医院 在非紧急的情况下用 例如疫苗 绝育 健康检查和小病小痛 然后就需要找一家 夜间营业的宠物医院 在夜里发生紧急情况 可以送去的那种 最后在接猫的前夕 把猫咪房间全部打扫一遍 用宠物清洁剂 把猫咪用品 特别是猫笼子 好好擦一遍 终于终于来到了迎接猫咪的这一天 一开始当然就是相关法规和指引的说明了 因为日本的动物保护法很严格 罚金很重 甚至是要入刑的 所以需要特别进行说明并签字盖章 然后就是把契约书也过一遍 然后签字盖章 完事以后就是把芯片的登录证明书 以及疫苗证明书和健康检查的诊断书都交付给我 当然现场对猫咪进行检查还是很必要的 猫咪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身上的各个部位挺干净 就是指甲稍微有点长 以及耳朵有点脏 于是饲养员这边给刷了刷毛 剪了一下指甲 还给掏了耳朵 剩下的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接回家之后一打开航空箱 马上就走出来了 虽然确实比较活泼 但是说不害怕是假的 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去习惯一下 稍微习惯了之后 就开始在小猫窝和小吊床上面睡觉去了 回头清理航空箱的时候 发现孩子吐了 应该是晕车了 我能做的事情基本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我家猫的名字叫波波 粤语和国语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波波 日语的发音是波波 也是很类似的 给它这个名字是因为国内的家里面的狗 叫波子 所以它也承载了一份 我对家里狗的思念吧 它是一只俄罗斯兰猫 是一只小母猫 2023年的3月12日 生于大阪府的和泉市 这是我家波波的爸爸猫 一只零岁的俄罗斯兰猫 以及妈妈猫 是一只两岁的俄罗斯兰猫 5月13日出生第63天的时候 散源带去打了第一针疫苗 并且植入了芯片 还做了常规的检查 接下来打算 6月14 就是到我家一周之后 我带着去打第二针疫苗 并且做常规检查 再接下来的打算是半岁的时候 也就是9月8左右 带去做健康检查 以及疫苗的抗体检查 等24年的3月12日 也就一岁的时候 带去打第三针疫苗 再做全面检查 之后就是打算每年过生日 带去做全面的检查和抗体检查 然后三年打一次疫苗了 以上就是我在日本从决定到准备到正式开始养猫的全过程了 希望小家伙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过好每一天吧